坐在灘土上钓鱼 这钓的到底是什么鱼 不要动我 把那个拿掉 自己打的钓来给你看 他就刚钓上来的钓钓鱼 灘土上讨小海是个技术活 一不小心就会弥足深陷 我现在腿已经打不起来了 靠山领海如何念好山海经 这里的村民有何妙方 就晒成了 做成了鱼竿两块钱一条 我们城里搞隔着 觉得很多很好 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大家好 我是何雨卿 浙江省的三门县 我们现在坐着船通过这片内河 然后马上要通向的大海 外面据说就是一片的灘土 我们今天就是要去灘土上 找一种奇特的食材 一起去看看吧 浙江省三门县 位于浙江省东南部 这里虽然沿海 但是跟很多地方不同的是 这里的渔民大多是从灘土上捕捞海货 当地人称为炒小海 那么今天我们要去找的是什么东西呢 在内河里行驶了半个小时以后 船终于靠岸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猪大叔 就是准备带我们上灘土上去找东西的 猪大叔咱们今天是去找什么准备 准备去给我跳跳鱼 跳跳鱼啊 这个很有名 这个跳跳鱼 跳跳鱼在三门有名去的 在三门有名去的 对对 跳跳鱼又名弹土鱼 是浙江三门的特产之一 它的栖息地一般都是在近岸的灘土上 在当地 钓跳跳鱼是一个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我们这次跟随的朱重源大叔 钓跳跳鱼已经几十年的时间了 一看这些装备就知道它是有备而来 您那肝是几米的肝啊 五米四 五米四 嗯 咱们跳跳鱼的鱼钩是不是也是专门的 不一样的东西 我自己造的 您自己造的 嗯 然后这用钢开 哇 这是咱们专门跳跳鱼的鱼钩 嗯 您自己拧的吧这是 我自己搞的 你自己搞的 一看就是还是手工的那个感觉的 这不是买来的 不用买 买来没有用 不好用 买来都不好用 太笨了 哦 一定要这种四面钩才能抓住它是吧 嗯 对对对 现在动作要很轻是不是 不 这 你要你拿它 我一动它就整掉了 咱们一动它就跑了是吧 跑掉了 所以动作要慢慢的 你得这里开 哦 我先在这看 嗯 好 我能扎掉那你就下来 好好好 扎不住也下去 扎不住我得下去 我扎它几条你就下来 我其实能看它已经在那个岸上爬了 我怎么扎你就可以了 好好 这么于努力哦 轻一点轻一点 你慢一点 因为到了摊土上就很难行走 所以猪大叔有一种专门在摊土上滑行的坐垫 只要拿着鱼杆坐上去 腿轻轻一蹬 坐垫就会向前滑行 在尽量靠近跳跳鱼的地方 杜大叔开始展示它钓鱼的绝技 不要动 我把那个那叫最大的钓来给你看 我都没有看见在哪 你不要动 我不动 我不动 哦 我看到了在滩图那边 那呢 哦 哦 看到没有 哇 所以我们这个跳跳鱼说实话不是钓 应该是钩是不是 对 主要是钩来的 哎呀 这钩还真是 你那钩还真好 两个钩都钩住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刚钓上来的跳跳鱼 好大一条跳跳鱼 其实钓跳跳鱼的秘诀就在于 先把鱼钩准确地扔到跳跳鱼周围 在起竿的瞬间把鱼钩住 猪大叔短短五分钟就已经掉了十几条 看似非常轻松 可当我们的记者想体验一下的时候 是发现即使只是在滩图里行走 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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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 这还得坐稳啊 我 我爱 啊 行 我来帮你忙 走 走 只要是这只脚抬不起来 它不像那个大叔那个帮腿 它能抬起来 没坐过 没坐过 等会儿 第一个 感觉走了很久都没有走很远 就在带着你 跟你一起 好 我对你讲 让我讲什么 我起来 我站起来 你再起来 我先站起来 所以那边就好事了 这棍子放掉 不是 棍子放掉 不是 我现在已经陷下去了 不会陷下去 已经陷下去了 别怕 不会陷 不是 我这个东西可能跟你那个棍子 我等等 你用紧用的这个地方我帮你填 不是 我现在装不过身了呀 我现在腿已经拔不起来了 你看 不行 我身陷着色 不能死吧 要不掉 讲不掉 为什么您踩得没有踩得深呢 所以我把裤子脱掉 就是真的是不能穿这个水裤的 你需要这样 我是可以这样 我现在出不来 因为穿上了水裤 反倒增加了摩擦力 记者根本没有办法在滩土上行走 在众人的帮助下 好不容易才上了岸 这个经过了几次尝试 我已经失败了 实在没有能力下到这个摊土上去 要不然您就在这给我演示一下 咱们怎么拿这个 这个是什么钩的这个 这个钩 那开准跳跳鱼前面在哪里 就要看准跳跳鱼在哪里 毛准一个目标 比例差十公分内往 毛准目标 往目标的前面再扔十厘米左右 十公分左右 可以看到跳跳鱼 就能往回钩就钩到跳跳鱼了 能试试吗 我看这边有小的 我试试 能轻一点我试试 那个滩土上已经有两条 跳跳鱼在那 很多 很多 对 我能看那两条 我拿来试试 这怎么甩 就直接把钩甩出去是不是 对 甩到它那个位置 谁让它近 没甩出去 钩 这钩还挺难甩到它那个位置 甩一个看看 甩不过去 我都甩 甩杆都甩出去就不错 来 好 行了 踏嘞 走 走 走 快到了 太好 钩子放下 就该放下 放平 这按下 太高了 太高了 还高啊 太高了 再放平 太高了 太高了 再低一点 再低一点 可以吃 可以吃 走 好 就知道有点叉大鱼 好大一条 这个 在尝试了几十次之后 终于 终于勾到了 这个钩子还挺深 看 终于成功了一次 这个跳跳鱼真的是很不好抓 我们在吃 保护了一中午了 我是刚抓下来第一条 大叔每天要在这儿 抓这么一框 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猪大叔说 钓跳跳鱼的确需要一些技巧 现在即使是本地人会钓的也不算很多了 也正是因为它很难得 所以在当地售价很高 像一般你们这一天能钓多少啊 钓的时候四十多斤都钓 四十多斤啊 四十多斤 四十多斤 从几点钓到几点啊 大概八点钟左右到下午一点钟 四五个小时钓四十多斤 现在这个东西什么价格呀 要卖的话 价格 鱼杆两块 两块一条 两块一条 就晒成了 做成的鱼杆两块钱一条啊 那现在鲜的呢 什么价格 现在四十多块 四十多块一斤 哦 猪虫园从十几岁开始 不管是严寒酷暑 他几乎每天都要到贪图上来讨小海 比起赚钱来说 更吸引他的是钓跳跳鱼的乐趣 也辛苦吧 夏天干这个 这个舒服 这个舒服 舒服 有跳跳鱼钓就舒服 主要是为了开心 刚才我们这个 在拍的过程中 朱大叔就一直没有停 说再等一下再等一下 我再钓一条 看到了 就是很高兴 一看跳到鱼就高兴 又看到了 又有了 那一条也跳跳鱼出来了 发出来了 这个大叔虽然在一直跟我们采访 但眼睛就没有离开过这个贪图 一直在看着哪有跳跳鱼 准备马上就要去钓去的 对 每天新鲜钓来的跳跳鱼 朱虫园都会当天加工保存 绝不过夜 将清洗干净的跳跳鱼 用芦苇杆穿起来 熏烤后再晾干 这就是三门最特色的小海鲜 对于当地人来说 它还有特殊的意义 都是什么人会买鱼杆回去 有的女人去价 她送 女儿出价 女儿去价送鱼杆 送这个 送这个 为什么呢 她好爱 真贵 有什么营养是吗 营养营养 它蛋白很高 蛋白很高 那是买回去是什么时候吃的呀 就是怀孕之后 女人生了 生孩子之后 生孩子以后 吃的东西是那个 夹着羊 补补生 补补身体的 跳跳鱼杆 也被当地人称为黑色的架状 之所以说是黑色 就是因为要用火烤 串好的跳跳鱼放在烤架上 上面铺上一层干草 再压一块木板 就开始熏烤了 朱大叔说 这种干草火旺 但时间短 所以想把跳跳鱼完全烤熟 一般需要来回烤三遍 随着跳跳鱼表皮出现黑色 香气也马上肆意开来 大约40分钟以后 跳跳鱼终于烤好了 这已经烤好了是吗 烤好了 这就能吃吗 好吃好吃 怎么弄下来 把它烤开 好香啊现在 我拿进手里这个吧 有点烫 有点烫 这个外面这层 黑的要包开吗 就直接包开就能吃了是吧 就吃里面这个肉是吧 对对对 好香啊 很鲜嫩 因为它可能烤过之后 它那个水分没有什么了 那个鲜味更出来了 更鲜了那个感觉 而且肉很嫩 肉质很嫩 烤制好的跳跳鱼干 直接吃非常鲜美 不过当地人买回家的鱼干 一般还需要在室外 晾晒三天 这样会让水分再蒸发一些 更容易保存 那么完全晾晒好的鱼干 当地人都是怎么吃呢 放水里面净一净 净一净把刺剥开 把刺剥开 放在油里 来后放在油里炸一炸 放在油里炸一炸 放面里 放面里 放什么素菜 熬粥啊 做菜啊都可以吃 这个东西就很有营养了 是吧 营养丰富 主要这个应该煲汤很香吧 因为特别鲜的那个味儿 它烤完之后 水分蒸发了 那个鲜味就留在里面了 特别好吃 跳跳鱼干在三门人眼中 既是营养丰富的补物品 也是送礼的最佳选择 一条跳跳鱼干 就能卖到两元钱 光是依靠销售鱼干 猪虫园每年都有不少的收入 这里面就全部都是 您已经做好了这个 这个杀干了 晒干了的 这里面也是 这个也是 这个没有捆 实在紧张没有捆 还没有捆 捆的 就卖的时候 是我们这么一捆一捆的卖的 一捆 正好十根是吧 然后这一把就是一百条 一把这么卖 卖两百块钱 卖两百块钱 一条两块钱 您这一个冰柜 得放了多少钱的鱼 七十多百 七五百 七十多百 那就是一万多块钱 一万四千 这一个冰柜就一万多块钱了 对 您这个好销售吗现在 销售有 有人买 很多 很多人买 强销很多 不怕 不愁卖不出去 对 这个好吃 营养好 依靠出售跳跳鱼干 猪虫园一年 就可以收入五六万元 可是对于他来说 靠海吃海还不够 他所在的村子还可以靠山吃山 我们城里搞橘子 橘子很多很好 橘子很多很好 您自己有橘子吗 橘树 我橘子有十来 十几亩的橘子 那你去看看 看看 等一下我带你去看吧 好 三门县下午村的白湾 不仅拥有海洋资源 村里的山地发展也很有特色 每年从十一月开始 这里种植的逆菊就进入了收获期 黄澄澄一片透露出丰收的喜悦 我现在就是在猪大树的这个菊园里 现在正是丰收的时候 然后每棵菊树上面都挂满了菊子 是吧 对 哪棵比较好 现在哪个熟了 都一模一样 都一模一样 全熟了 对 怎么挑这个菊子呀 菊子有你自己吃 不管哪个都好吃 哪个都好吃 随便摘了就是 随便摘 我看这都 这个挑黄的吧 黄的这个 是吧 这怎么 直接揪 直接揪吧 皮很薄 看他们这个菊子 尝尝啊 尝尝这个菊子怎么样 松口 铁 真甜呀 这个菊子 这是十三度 什么 糖度也十三度了 十三度的甜度 特别好吃 而且那个就是 汁水非常饱满的那种 而且吃到嘴里 都没有什么渣 好吃 特别好吃 咱们这菊子 在卖多少钱一斤 现在一半都两 两块左右 收购价两块钱一斤 好的两块左右 来收购的人多吗 多多多多 很多 每天都有 都有 白湾秘菊 作为三门县山湾菊的代表 已经远近知名 村民通常是 一早五六点 就出门讨小海 回来吃过早饭 就要忙着收菊子了 每天下午 当收购商来到村里的时候 就能看到一片热闹的场景 您是从哪过来收购的 南京 南京啊 我们今天这些菊子 就是要运到南京去的 对对对 北京我们要发 是吗 西八地那里 那您今天是收了多少斤 收了一万多斤吧 今天就收了一万多斤 对对对 那您这两天还要再过来吗 天天过来 每天过来 每天过来 每天都照着这个树来收啊 还要多 还要多呀 对对对 他们的人太好了 觉得也好 这个秘菊有什么特点啊 甜 没渣 没渣 对皮还薄 现在这个秘菊在市场上好卖吗 还好吧 人家吃的还没 对起码的 2018年白湾秘菊产量320万斤 销售额达到480万元 白湾村利用靠山临海的地理优势 念好山海经 让村民过上了富裕的生活 后面那个山 在边上那个土地 全部都种了菊子了 然后都种和利用了 下面那个平原 种这水稻 然后有空的时间 就是去海里面 讨小海 跳跳鱼一类的 一年收入大约 每家每户都有 五六七万的 像白湾村这样 利用地理优势 因地质疑发展产业的 在三门县还有很多 这其中 滔头村就是一个典型 这里是三门县的滔头村 这个村子在三门县 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名 因为这里是全县 第一个年人均收入 达到一万美金的村子 而他们依靠的 正是我身后这些 大片的养殖堂 那这些养殖堂里 到底有些什么呢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三门县是中国的 青蟹之乡 而在三门提到青蟹 那所有的人 都会说到滔头村 这里一山傍海的 四千多亩的 青蟹养殖堂 就是造就财富的地方 现在是早上六点钟左右 然后滔头村这里 已经非常的热闹了 每一个蟹堂 都在忙着收这个螃蟹 咱们去看一看 今天的这个收获怎么样 一早带领我们去收青蟹的人 正是林小快 他自己本身就是青蟹收购商 每天早上五点开始 一直到上午十点以前这段时间 都是他来各家各户 收购青蟹的时候 所以青蟹都是前一天晚上下网 第二天一早新鲜打包上来的 我看咱们现在这一个 都是一笼一笼的时候 这一个糖大概有多少笼 这一般是二十笼左右 二十笼 那比如说我们要大潮水的时候 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打多少 一天能打几百斤 几百斤啊 对 一个糖吗 一个糖 这能看见好大一只了 这是很大 这七八两斤 这一个就要超过半斤了 对 到底下了 这看着就有三四只四五只的样子 哇 可不止了 十几只了 十几只了 这十几只了 拿这个筐接住 一下都倒出来 哇 能拿起来我们看一下吗 拿上来 哇 哇 哇 很多啊 十几只头啊 这十几只筐接 这种 这个真的很大 对 这个真的很大 这个功的 这个功的是吧 三门青蟹 色泽光亮成青蓝色 特点就是可薄个大 肉质细嫩 特别是鲜甜味浓郁 作为三门县的小海鲜代表 青蟹在本地美食界有着很高的地位 林小快说 每天新鲜打捞上来的青蟹 都是要现场捆绑 这每一根捆绳可都是很有讲究的 是专门上面有字的 我看一下 这是我们市里面统一的品牌 三门青蟹那个 中国名牌农产品三门青蟹 三门县青蟹 这个是专门的那个绑青蟹的绳子 对 这是我们唯一的三门青蟹的品牌绳子 就是我们认证这个绳子 就是都是三门青蟹 对对对 那这个绳子是别的地方弄不到吗 就是都是怎么发给农户的呀 就是我们青蟹绳子统一有固定的 统一销售的 就是销到我们本地的 外地不销售的 认准的这些农户 对对对 发放这种绳子 所以有这种绳子 就是咱们三门青蟹 是标准的产品 哦 我看您这绑子也挺有讲究的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 这怎么个绑法是现在 好的 看这个青蟹的钳子还是挺凶猛的 这绑子应该小心一点吧 将在会议要上的呢 要上的 那这样慢慢的 一般我们要叫标准的话 就是我们三到五圈 三到五圈 三到五圈 那爪子再给 把爪子捆起来 捆起来 爪子也要是三到五圈 三到五圈 哦 哦 这样再捆 主要就为了把大爪子捆起来就好了 大爪子捆起来就不会咬了 哦 哦 我们注意到 林小块在收购的时候 每个螃蟹都会对着光看一下 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看怎么了 那个高鞋 高鞋 高鞋 稍微差一点点前面空一点点 哦 真的能看出来 还没帮忙 这个能看出来了 高鞋是有的 肉到了这儿 肉到了这儿 肉到这儿 还差那么一点点 差一点点 像这种鞋 是二级的 二级的高鞋 就是我们其实平常挑螃蟹 是不是也应该这样 就去菜市场 对像如果是公鞋 如果前面那么空的就不行了 哦 就要放回去 肯定是没肉的 所以就是我们以后到菜市场挑蟹也是这样的 对 就是要对着光看一看 如果它这边 你看这个就很实 全部都是满的 对对对 这个肉就是全部都很满的 对对对 如果说边上有一点那个空空的那个 就是因为肉没长满 没长满 这个还比较色一点 哦 在蟹糖收购的青蟹 不论大小 统一收购价是60元一斤 即使在淡季 整个滔头村每天出产的青蟹 也都要几千斤 这也给村里的养殖户 带来了不小的利润 您这一个蟹糖一年的收入能到多少 收入不多 能到 今年对的了 明年去年很小 今年大概几十万 今年大概几十万 去年多少钱 今年只有十几万 十几万 今年量大一点大概三十万吧 三十万 当天早上收购回来的青蟹 全部会运送到三门青蟹批发交易中心 这里是中国青蟹交易量最大的市场 经过分类的青蟹 价格从60元到100元不等 每天交易量很大 林主任 像现在咱们每天市场的这个发货量是不是也很大 现在一般都是两万斤左右 两万斤啊 对 那要是最多的时候呢 就是青蟹的时候量最大的 就是十万斤左右 春节期间 然后将近十万斤 一天的这个市场的发货量 对对对 就是发往全国各地 对 三门青蟹全国闻名 现在已经是三门县的一张美食名片 滔头村作为三门青蟹产量最高的村子 这里产出的青蟹味道特别鲜甜 加工三门青蟹当地最传统的做法就是红烧 油锅中放入葱姜爆香 将清洗干净的青蟹煎到三成熟 然后加入一点黄酒和生抽 再倒入白水烧制 一份鲜香美味的青蟹就上桌了 因为过过油之后啊 这个螃蟹就里面已经进了一点那个姜味 但是也没有抢到那个螃蟹那个鲜味 真的是肉质很细腻 然后很鲜很甜 它那个那丝甜味出来了很好吃 底大蟹跟我们蟹就是不同的区别 就是这一点 是吧 肉质细 然后鲜 又鲜又甜 真是 依靠青蟹产业 滔头村从原来的一个贫困村 变成了三门县的首富村 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和清泄相关的工作 村民收入大幅度提高 目前三门青蟹作为三门小海鲜的代表 每年的总产值1.3万吨 年销售额超过5亿元 我们已经被评为中国的小海鲜之乡 中国青蟹之乡 我们的旺巢 这个跳跳鱼等先后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的证明 我们三门青蟹也列入了中国首届农民丰收节 全国百强农产品 品牌价值已经达到了40多个亿 所以我们三门已经成为 长三角地区全季全天候的小海鲜大厨房 我们整个的品牌农产品 年销售额已经达到了50个亿 小海鲜已经是三门县的一张城市名片了 例如青蟹 青子都已经形成了产业 带动了大批的农户支付 现在对于小海鲜行业的规范 也是三门县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相信随着时间的发展 这里的未来将会更加美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生才有道 我是何雨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回到飞行 开始 新农民来考试 操作飞机赚大钱 一个小姑娘怎么就喜欢这种 机械垫子的东西呢 挺好的 你不觉得很酷吗 到村里面打得好 人都没跟你说大拇指 干了一个多月 花了两万多块钱 石头上建民宿 合作经营一家亲 他好像四层楼建在了一整块的大石头上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我看看 一奶奶就出来了 哇哦 我给你提升 我给你打造 我给你投资 所以现在的话 也都不想着出去了 我一代失败 出来没有分开过 下期的生才有道 请跟我们走进河南安阳 看看是什么门道 留住了村里的这些年轻人 MING PAO TORONTO